- 阿伯 - 阿伯 阿伯我來了 哈囉大家好 我是 BAY 阿伯 歡迎來到阿伯的手遊頻道 對還有個娛樂頻道 每天晚上八點都會直播 大家可以來幫忙通場一下 好 回到我們這圖圖三國志 這邊我們今天這支影片 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速推關卡 推關卡有蠻多的細節 不見得說你課金課的比較多 你就一定可以推的比較快 給大家看一下阿伯課金程度 就課了差不多1000多塊的台幣 這還算1000多嗎 差不多 快2000 然後就拿到了低幅的幫手 我說真的 這個遊戲課上萬的應該不少 所以說應該可以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個推關的細節 好不好 那麼首先我們先來帶大家看一下 我們在推關的時候 要來注意什麼事情 這個糧草有點少了 我回去推一下我這個上一張 那我現在推的這個難度都非常非常高 就是我自己推起來也是蠻硬的 有時候要推好幾次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有沒有哪一張是沒有拿到的 這裡都沒有拿到 我先來重玩這個 第20張 OK 那在這裡我先浪費一點資源 來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OK首先就是我建議說 一定要來課一下這個 藍斗無限卡 第一個可以不用看廣告 不用看廣告就省了非常多的時間 時間就是金錢啊朋友 好再來 第二件事情就是它可以幫助你 推關卡上面有很大的一個幫助 例如說開局的這個軍饗是會加4 然後備戰位這個也是很重要啊 開局上位啊 然後借東風啊 等等之類的 還有這個權杖 都是非常的這個CP值非常高的 好 那首先第一件事情呢 如果你推到這個關卡是比較難的 就是你推過去已經變得非常難推的情況下 才來買這個軍饗 那建議說開局就買為什麼 因為會有利息啊 那一般利息呢 就是每10塊會有一塊的利息 在下一個關卡會給你 也就是說你最多可以存到50塊 那每一回合呢 就是每一個這個戰鬥呢 你就可以多5塊錢的出來 所以說這個性價比呢是非常高的 所以在你這個關卡比較難推 推不太過的時候呢 那建議說你開局就直接 來買這個軍饗3次 那就可以獲得到30塊 那我這邊直接實測給大家看一下好了 雖然說我會浪費到這個資源 那我們就會浪費到這個南斗福鑽 那這個南斗福鑽呢就是 用完就沒了 以後關卡也用不到就不能用了 必須要去花這個玉去買 好 那我們去買這個軍饗是比較便宜啦 就只要花3點而已 其實還OK還可以接受 尤其是一開始在剛開福的時候 要趕快推這個進度 好 那這樣子我們起手呢 就會多了30塊 來給大家看一下 OK 這樣我們起手就有42塊了 然後再來呢第二件事情 就是我們可以直接拉一支這個 阻力出來 一開始拉一支阻力出來 基本上它就可以坦住了 就可以坦住這兩個 那我們的錢就可以先囤起來 然後再來這邊還有一個重點 細節 就是有這個借東風 一開始就可以借了 OK我們就先借 借了之後呢先不要按 先放著 先放著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這樣下一回合啊 它就會進入到這個CD時間 新的就會開始CD了 如果你沒有按過來的話呢 它就不會CD喔 這點非常非常的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 OK 那再來這邊買的時候呢 買角色的時候也要稍微注意一下 例如說 像現在我們是38塊 那我就把它賣掉 湊40塊 40塊 然後進到下一回合 那在我們下一回合的利息的錢呢 就會多4塊 有沒有看到 8加4 OK這邊撿到錢 看到錢也要先撿 看到一些特殊事情跳出來的時候呢 也要優先的去解 好再來這邊我們可以升個1級了 對不對 因為我們升級之後呢 剛好還有50塊 那我們盡量就是保持這個50元 那如果你發現了陣容強度不夠的時候呢 你可以考慮再去拉一個5星的角色出來 那麼保證的這個強度啊 應該就非常的足夠了 好 我們現在就是盡量湊齊這個buff的一個效果 那像元素流血跟這個元少 三隻在一起的時候呢 它就會每回合回血喔 所以這個坦度呢是相當不錯的 相當不錯 那這是在玩敬畏的部分 OK 那我們一樣保持這個錢呢 是在58塊 那這邊就不賣了 本來可以賣掉兩個然後升級 然後還有50塊對不對 但是因為我們之後還是需要把這些 這個角色給升星上去啦 所以就不要把它給賣掉 OK 現在我們69塊了 69塊之後就可以開始升級了 一樣的盡量維持在這個50塊以上 50塊以上 這是一個最基本的一個玩法 就升完之後呢還要有錢 OK 那我們現在等級來到了4等 那這邊出現了個美人 但其實美人前期的影響呢是 是沒什麼差的喔 所以沒差 不用設沒差 這個好像會擋到 我先關掉好了 OK 那我們現在一樣維持在這個 53塊 53塊 來出發 再來這邊我們的那個借東風 新的已經快要CD完了 已經CD完了 這邊我們就不要再升級了 我們可以開始來稍微的刷新一下 然後用這個新的借東風 又或者說你就是浪費一回合 浪費一回合 然後直接把這個新的帶過來 那我們這邊浪費一回合好了 刷新一下 不要浪費一回合直接刷新 因為我們也是需要把這些角色給升上去 OK 我這邊錢的話 花的有點兇 不過沒關係 稍微兇一點還是OK的 稍微兇一點還是OK的 就是超過一點 還有4塊 40塊以上的話是OK的 OK 我們把這4次用完之後 我們再把這個新的點一下 它又會放到這裡來了 記得一定要點一下 這都是滿滿的細節 每一個步驟都可以幫助你 多提高一些這個過關的一個機率 所以我們盡量就是把握好每個細節 好再來看到這個 有驚嘆號馬上先點 先點我們就可以先拿到這個資源 對不對 我們拿到諸葛良可以把它賣掉 OK 我們這邊可以升級了 對不對 可以升級了 但是升級之後呢可能會少一塊 對不對 會變成這個49塊 那這邊就有點尷尬 但是我還是想要升級一下 49塊 那我這裡先把這個元素拿下來好了 先把這隻元素賣掉 盡量是最好都不要賣 最好你要上陣的角色 本來要上陣角色 最好是都不要賣 最好是都不要賣 OK 再下一回合 因為我們除了把它練滿之外呢 還要再把它一直強化上去 它的強度就會一直往上拉 OK 再來我們的錢呢 足夠我們升級了 那建議說呢 把它升到6級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升到6級之後呢 這個能遭到成將的機率就會來到8% 然後我們同時可以上陣9個人 這個算是一個關鍵點 6級 6級是個關鍵點 那如果打起來還算輕鬆的話 可以直接再上到7級 因為一般都要上到7級 為什麼要上到7級呢 因為7級是有一個 可以去拿到一個大權杖 那再就是說 你看你的這個牌組裡面是大怪流 還是小怪流 像我的話呢 只有一個成將是我要的 所以就比較偏向算是一個中小怪流 那如果你三個成將或者是兩個成將以上都很有用的話呢 那就可以走大怪流 那這個有何區別呢 就是說 我們可以 決定要不要 把等級給提升上去 那像我是玩小怪流的 我就差不多提升到7級之後就可以卡住了 就可以開始去努力的刷新 然後去把它們全部給強化上去 基本上我的話7級就夠用了 但是如果你是大怪流 有兩個成將以上要練的話呢 建議說要升到9級 要升到9級 也就是說呢 像我只有一個成將 我現在就只要再升個1級到7級 我就不會再升了 我就會一直刷新 以刷新為主 以升降為主 但是如果是大怪流就要升到9 要把它升到9 因為9的話差很多 第一個 升到9 那這個成將遭到的機率 就會來到12% 大幅的提高 然後同時呢 到9之後還可以再獲得到一個權杖 所以這個是蠻重要的一個細節 那我的話到7就好了 獲得到一個大權杖 那這個權杖呢不要太快使用 不到萬不得已不使用 主要呢也不一定說一定要換成將 也會拿去換一些綠將 或者是這個其他的將 OK我們這邊先來刷新一下 我們的這個借東風新的CD好了 OK我們先把這個舊的用掉 那美人先不買 因為像我這個錢呢 是有點緊繃 先買起來好了 啊完了合成上去了 尷尬 合成上去了 我們把這個帶到右邊來 OK這邊我們插3元 先把這個元紹賣掉好了 我發現現在元紹已經進到這個 這算是一個小失誤啦 不該合美人的 我剛本來想說我只有一隻啦 所以說想說先買著放在這裡 等一下如果缺的話先把美人賣掉 因為美人通常不會上到三星啦 美人上到三星太貴了 但是而且實質效益呢又比較有限 所以通常不太會去把這個美人上到三星 太貴太貴 OK我這是已經熬夜在玩了 我現在是拍片是早上6點多 還沒有睡覺 還沒有睡覺 因為在追這個進度啊 在推這個主線 OK維持在50塊以上就不要再花了 50塊以上 大家可以看到說我們這每回合可以用的錢呢 就相當的多 那這邊呢有序號碼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這個一些重要資訊呢 都會擺在這個右邊 到時候會陸續的一個新增 那現在比較強勢的陣容就是 如果你有課咒語卡的話可以玩弓 弓的話一定要有咒語 不然你做陸訓的話很爛 沒有我剛就做一個美人耶 我搞錯了 我剛剛想說奇怪 我怎麼做美人那麼多了 OK這邊來個流邪的三星了 流邪三星了 那這個角色有沒有上到三星呢 這個影響都是非常大的 因為他會啟動他的一個被動技能 會多一個被動技能出來 所以很重要 有沒有上到三星呢 是很重要很重要的 有些角色有啊 有些角色沒有 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那我們繼續可以開始刷新了 對我來說這個馬騰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用處 我就先放著 然後繼續推進好 錢盡量就是留著多一點 到時候才不會一次花太多 然後變成說你那個利息的部分呢 就是被影響到 然後有時候吃那個饅頭 會提升你那個利息的上限 自己要注意一下 有時候可以上升到這個六塊 一般沒有的話就是上限是五塊嘛 對不對 每回合利息上限是五塊 那有時候吃那個東西吃那個包子饅頭 吃到之後呢 有時候會有這個利息上限加一的這個效果 特別留意一下 OK下一回合可以借東風 隨時要注意那個借東風 因為那個借東風算是核心的一個東西 因為他除了可以讓你白嫖刷新之外 同時呢他還有提升 就是你場上有什麼東西呢 是比較容易再次抽到的 那我不要馬騰我就把它賣掉好了 不要馬騰好了 畢竟說這個馬騰太卡了 太卡了 欸不是吧 這劉備是不是買太少了 感覺我要追加一下我的劉備 可能要升星一下了 我這劉備有點太非洲了 都沒有出來 一般呢來到這裡差不多應該要快可以有六隻劉備了吧 那這場是比較非洲啊 那你要看情況 去改變你那個陣容 所以我這時候就會想要拉一下等級好了 太非洲了 那拉到這個九等 那劉備怎麼是要到現在才三隻啊 超扯的 每次我只有抽到兩隻而已 因為第一隻是拉出來的 OK 哇 好非洲喔 再拉上去吧 OK 滿等 那如果你是本身兩層的話 就直接拉滿等 前面就是最重要是先拉滿等 拉滿等之後再開始刷新這樣 會比較好 但是只要有那個什麼借東風就要用 好不好 不要浪費那個借東風 OK 好像有開始起飛了 不急 不急 錢有點緊繃 等下一刷新 來個三隻怎麼辦 對不對 那利息就沒辦法出來了 沒辦法領到最多 哇超累的 超累的 有點都不知道我自己在講什麼東西了 我想說趕快拍一拍 然後幫助大家 因為現在是這個對大家來說呢 也都是最重要的一個moment 我這就算是一個最頂尖的一個玩法 我之前就算是玩這個自走棋的一個老手 我之前是玩了很久 很喜歡玩 所以這算是當初呢就留下來的一個觀念 可以開始刷新了有86塊 也滿級了 那先不要用這個不急 這個不急 等等一下滿的時候再來用 就是這個備戰地方滿的時候再來用 像剛剛如果被佔滿了 然後卡住了 我就可能會用這個大權杖 我就會用這個大權杖去拉那個潮皮 因為潮皮就差一隻嘛對不對 不要讓那個位置卡住 OK 我們現在這個錢有點不太夠 所以大權杖不一定拉成這樣 有時候還會去拉到綠匠 因為有時候那個就是插最後一隻一直不給你出來 有時候挺麻煩就是這個樣子 看你的臉飛不飛走啊 來刷一下 有借東風了 我剛剛借東風什麼時候好的啊 沒有注意到 打太認真了 這個六盾有夠硬的 硬邦邦 差一點喔 不要這個防禦的 誰要防禦的啊 就已經 這六坦有夠硬的 來吧 來開刷 我借 感覺要大幅的去提升我們這個整體的一個戰力了 剛好像有點快要GG 快要GG的感覺 這個攻擊一直往上加 OK 這邊插一隻元哨 這邊我們就拉一隻元哨出來好了 我怕等一下那個 攻擊力不夠了 欸我到現在劉備也都沒有是怎樣 真的好非洲這場 我都已經拉到九級了欸 然後到現在一隻劉備也都沒看到 再扯一點 從我升到九級到現在一隻都沒看到 再浮誇一點 唉唷好抖喔 快不行囉 快牽不去囉 再扯一點 幹你的 太誇張了啦 不要不要 太誇張 超級非洲局啊 哇這很尷尬喔 等一下要拉劉備也不夠拉 只能拉三隻而已 只能再拉兩隻而已 剩兩秒啊 差點沒過去 差點沒過去 完蛋 太衰了 太衰了 剩幾回合啊 剩兩關 先打一次看看好了 看能不能過得去 等一下過不去就要ALL IN了 因為剩兩關而已 看能不能過得去 好像還行喔 唉唷好抖喔 OK決戰 決戰的關卡 ALL IN了 這關決戰了嗎 好像還沒 還沒決戰喔 終於來個劉備 一個大的賊 漂亮啦 這裡 又在等嗎 試試看 反正我們有這個 有課這個 南斗 有兩次可以失敗的幾率 不會掉星 有兩次 完了 不夠 那有時候真的很緊繃的時候 也可以來用這個錦囊 或者寶物 看一下 哇這個 太爛了吧 太爛的錦囊了吧 要不要高幾個錦囊 這個有點看臉 還是選個寶物可能會比較好 因為寶物 可以自己這個三選一 然後選這個加攻擊的 先把錢花掉好了 不要浪費我們的那個 OK像這時候就ALL IN了吧 對不對 我們還需要再刷一隻劉備出來 我們才能夠直接把這個三星劉備拿出來 我們才能夠直接把這個三星劉備拿出來 這ALL IN了 反正剩兩關而已 對不對 ALL IN了 注意那個錢喔 等一下 我一定要刷一隻劉備 幹你的大耳賊 哇 太扯了 太扯了 這邊還可以拉差一隻孫全 差兩隻司馬招 差一隻元素 靠 這把太衰了吧 完蛋 幹怎麼可以那麼衰啊 終於拉到一個人 好誇張喔 嘖 我還可以細話 不知道能不能過 先上試試看好了 超級非超幹 這太扯了啦 太扯蛋了 完蛋了感覺過不去了 구� Motors 有有有有有 過了 太飛走了 最後沒錢唷 要注意一下 我要拉兩個劉備出來 還必須刷那個劉備出來阿 太誇張 我必須刷個劉備出來 我只能拉兩隻阿 那太扯了 他的元素也不來 什麼意思阿 太誇張 太誇張 你妹啊 那你先拉這個吧 靠腰勒 真的很誇張 史上最飛完了最後被落散 只有我史上遇到最非洲的一場 我還已經拉到滿級了勒 然後劉備還超不到太扯了 不過應該穩吧 這個強度蠻高的 差一秒 拿到三星了 那大家可以看到說這個很非洲呢 只要你的這個玩法正確還是可以 穩過去的還是至少能走一個最低的門檻 砍過去有沒有 那我們今天這支影片的分享呢就到這邊 希望呢對大家會有幫助 如果其他問題的話也歡迎在下方的留言版提問 感謝各位收看我是阿貝 我們下集再見 記得點贊訂閱並且開啟小鈴鐺 之後呢還會陸陸續續的出更多精華的攻略 好不好那我們就下集再見啦 拜拜